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 《军武器言》,你节目主持Larry 我这一节的《世界堂消息》 想和大家谈谈Cyber Attack事件 主要讲述到近日,一月尾的情况下 尤其是在英国那边传出了当地的金融业 包括中央银行、交易、结算等不同系统 都发觉不能正常运作 当然这位置真是吓死人 因为这些是上亿的交易量等 几百万上落都不止 这些位置真是挺可怕的 中间受到什么攻击? 似乎是一些勒索软件或这类型的攻击所致 玩到这些位置,黑客并不是普通的级别 所以令英国当局要立即调查 这次受影响,无论范围和金额都相当高 所以这次令英国政府震惊 而且需要做一个详细调查 但是在调查上要知道 究竟黑客属于个别的级别 还是属于国家层面的安排 如果真的到国家层面的安排 又会否挑起了英国需要抵抗自己 而英国亦属于北弱国家 会否令英国没有其他选择 在北弱自保防卫第五条 然后就要各国在Cyberatext上一起做事 甚至提升到冷战和热战的情况 当然我们今天和大家做个分析 多谢大家一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我们的台 按下铃铃 记得CLS 记得帮忙按like 今天除了我之外 还有Anson Heng Anson你好 你好Larry Heng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消息 因为我们平时很少听 但听下去也挺震惊 因为我们也不是金融台 但是这件事 有机会在整个动荡 金融台很动荡之外 有机会是否会涉及 这个金融业以外的层面 就发生了什么事 就有一家公司叫Ion Trading Company 或者Eon Trading Company 看看你怎么读 这家公司它做些什么 基本上它是一个service provider 它就是提供一个电子交易的服务 去帮一些不同的 例如我们的行业叫做sale side 就是一些iBank 还有buy side 我们可能是一些asset manager perfect bank 再加上一些central bank 就是中央银行 交易所 clearing house 结算行 去做一些电子交易的平台 去做一些 ETD 就是一些交易所 交易的金融衍工具 那这个金融衍工具 整个市场是很巨大的 那这个就是说 在这个1月30日 有这家公司就受到一个 的网络攻击 一个叫ransomware 就是勒索软件 令到整家公司的电子平台 完全不能够 那bloomberg 直接是形容 一夜之间 整个的 这个 衍生工具 交易 是一夜之间 去到1980年代 就是大家 对子仔的年代 嗯 那大家可能 如果没有交易 就不用电子结算 就用手对 但问题是当你有电子结算 那时候 我们的交易量 可以无限 可以不停地上升 我们每天做一张票 它那个时间很短 非常之短 那可能我们下完一张票 就立刻可以彈出去 做metering 就可能 立刻有人去拿 例如去购买 我们找销售 去拿货 立刻人搭你机 就直接去买这个结算行 去买这个交易所 立刻做买 很快地完成这个交易 那如果是没有了这个 中间人 这个电子结算 这个平台的 服务方法 之后怎么办呢 那个影响就是 整个行业 因为你现在是 不可以支持到 那么大量的票 去到1980年代 令到整个 这个 derivitis market 它那个 交投量 要大幅减少 嗯 那令到整个市场的流动性 同样地大幅减少 因为 其实你说这个市场 是阻塑交流手的 那当你阻塑交流手 每次阻塑交流手的 时间长了 那就是在我中间的 pool的货 就少了 那令到整个market 那个 的liquidity 就减少了 那无论你做hatching 也好 你做speculation 也好 那令到整个市场的 liquidity 都减少了 那令到呢 这个整个金融业 那其实 不单止是英国的 因为其实它是 提供hsbc barclays 可能是mary lynch 这些 他都是找到这些 做班牙可能bank of england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london stock exchange 都是他们的 都是找这些 做service provider 那 变成了 这个情况之下 就很多的exchange 不单止是英国 那当然英国 其实是全世界最大的 derivatives 的trading center 那包括英国 美国 欧洲 的很多的 大型的金融机构 都是受到影响 令到整个市场的力量 都减少 那每日是承受 数以billion 数以可能亿万亿计的英国 数十亿是英镑的损失 每日 那其实这个attack 那现在 就变成了 一开始就是ransomware 可能是一些公司 勒索 但不过 在这间 这个事件爆了 不够五个钟之后 这个GCHQ 已经是 标准到 在哪一个 哪一处 而那个人 就是位于俄罗斯 这个ransomware 发出的 那个黑客 也是来自俄罗斯的黑客 那这个 就因为现在 乌克兰的局势 就令到英国那边 是非常紧张 在进行调查 那也很多这个议员 都开始在想 这个是不是 来自俄罗斯 国家层面的 对于英国的 网络攻击 去希望坦满 这个英国的金融业 因为其实金融业 对英国非常重要 那从而 就有人说 这个算不算是攻击 北约基础设施 英国需不需要 启动这个 北约第五条 已经开始有一个热论 那 所以其实这件事 就变成了 开始有很热烈的讨论 那 英国它自己 也是有个叫做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er 那其实它是 Under GCHQ 那是一个 之前介绍过 英国的三个半大的情报机构 就是MI6 MI5 和GCHQ 那就是英国三大的情报机构 那他们其中一个下属的一个 主要是针对这个Cyber Attack 的小组 就进行的一个调查 首先它就是想 在找着弱点在哪里 甚至要巩固自己的网络安全在哪里 第二 就要查出这个 是不是属于俄罗斯的国家层面 向英国发动的网络攻击 那除了GCHQ之外 而这个FBI 也都会去到英国进行调查 那究竟是 会不会涉及这个国家层面 对北约的网络攻击 因为现在说的 已经不是就这样传统的说 有烟火的战争 这个是无消烟的战争 网上攻击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俄罗斯 例如是加快西莫夫 那些 以前都很出名的 什么叫Total War 什么 无所不用其极大战争 尤其是现在在网络的世界 他企图用网络的瘫痪 例如我们说 如果网络的世界被瘫痪 可能令到他们华尔街的损失 这次也很类似 因为英国的金融损失都不会差到 华尔街 也是全球的经济损失 然后令到基建设施 例如说 你们的核设施连到线 你就已经大事了 对不对 很多东西都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也是 可能我们看军务 大家少看我们平时评论Cyber Attack 但是说真的 现在这个层面 每个国家都是很紧张的 每天都看着 还有不说不过 例如我们以前常常说 Quantum trading 很多不同的 Quant trade 其实现在很普通的 很普通的 Quant trade的东西 很普通的 以前我们常常说 这些很机械人式的买卖 现在你看到很普通的 大家写程式 我们不会有特别的天造精 专做Quant 已经融入了你的天道 所以大家就留意到 就是真的秒秒上落 因为现在所有东西 都用了电脑 AI或者去做 所以那个影响就越来越大 这个 trade volume 跌到这样 就真的 还有市场流通那么差 都消费者 很多外面的Mask 的人都会受害 所以市场流通差 是有机会 都是一个市场利益差 当然这个derived market 会比较容易控制 可能利益差 可能会有短时间的短利益差 那impact可能是短暂性損失 就不会有结构上的问题 但如果这个市场 短利益差 这些市场的长远 是会造成坏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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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 但是市场可以使用 令整个中国的bond market 尤其是地产方面的bond market 的liquidity很差 那会令到整个资金链 开始的liquidity都会差 那bond 带到银行 那整个经济 那整个经济 就会有一个 我们叫systematic 即是一个整个 冬腊的根基 令整个 可能是一个陷入一个 整个市场 是一个未必去到碎坏坏 但一个很差很不健康的情况 好像现在大陆 可能那些车停了 包括电网、水网 但一些金融业主要都是源自私人机构的金融业 那边的防范是否太差呢? 对于网络攻击 英国和美国两边政府 是否有新的管理去监管金融业的 保安的问题 如果说起事态更严重 也要考虑提升级别 今次受威胁级别 就不只是一行半行 中央结算至普通的trading都做不到 其实在现代来说 这个金融战是很严重的 所以真的要正视 甚至想过恶意攻击 一定是恶意攻击 可能又回到我们那句话 就是欧卡兰战争之后 令大家觉得 其实欧洲的安全 真的危险都很近 不是真的说英国有关我的事 英国是不是? 不是的 如果英国搞金融 不就只关英国的事 整个欧洲甚至全世界都受你动摇 你钱去不了 你做军援也困难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挺有趣的trigger 是否真的trigger第五条 如果trigger第五条 那我们又应该把战场摆在哪里 是否只是摆在还击Cyber上面 还是其实都真的要出飞机大炮 其实他应该去第五条 其实你去第五条 基本上变成了total war 那在今时今日的total war和旧事 可能来回20多30年前的冷战时的total war 已经完全不同 因为现在是网络信息战 以前是没有这件事的 那这个是整个系统 为什么这么多个国家政府 要放到网络安全 放到这么多的资源 去保护自己的一些cyber security 我们叫做 那是绝对有原因 因为这个不再是一个 可能是我们一两个的资源损失 可能是基本上 这个cyber security 我觉得是等同于现在的电网 水网 其实是等同于一个国家的基础建设 已经是把它融合为一体 所以就是说对于北约第五条 trigger就是攻击一个国家 就是攻击一个国家 攻击到什么程度 才可以trigger到北约的第五条 Cyber security Cyber attack 计不计算 我没有基础之前 北约好像都曾经debate过这个问题 Cyber attack 算不算是攻击本土呢 所以看到这个议员 就不是说 不再是把它说是Cyber attack 是把它包装为攻击英国基础设施 因为基础设施绝对是攻击本土 这个绝对是 所以变成是Cyber的攻击 算不算是攻击基础设施 这个反而是一个点 我想在北约第五条 是需要与时并更新去分析 这个算不算是 是的 我想在资讯战 将来的认知战 会不会渗入国土 渗入国土又在搞搞阵 我想现在很多不同 例如我们所说的认知战 金融战 刚才我们所说的Cyber attack 等等 可能北洋这边都要广泛讨论 否则真的打起来的时候 突然间没有准备 这也是挺难处理的 所以我们一起看看 北约接下来怎么办 因为这件事真的不是英国 今天他搞到英国 第二天搞到德国 法国 他们一样有股市 一样有金融市场 不小一点 没有那么大 而且比较欧洲 英国的英国 如果你搞一些OTC 或者D-Risk 搞到伦敦 就真的是全世界蜡蜡 是 伦敦的分額很大 是 在financially 伦敦是很重要的 所以一搞到它 那里的东西 就会变成 基本上是 亚洲出事 美洲也会出事 是的 那我们看看 未来会不会北约这边开会 我想如果北约来一些首脑开会 我想他们也要把这个 纳入议程 要更新一些事情 以及将全面战争的概念 再放更多一点 不只是攻击你本土 或者真的有支导弹 打到来 或者等等 真的要全面一点 不会像只是乌克兰战争 那样打 下一场战争 所以都要与事并俊来看 好 那我们这里先到这里 大家记得帮忙订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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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REON 频道 亦可以来说 Payme 战术快等等 可以支持我们军武器言 好 那我们在其他 世界範围消息 和乌克兰战报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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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